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小主播看天下 我是黄玉燕 我是黄玉昕 大家好 我是最喜欢听你们说心事的柏渊哥哥 今天小主播们又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有趣好玩的新闻呢 马上进入今天的华游新闻 阳光 空气 水是构成我们生命的三要素 但有些地方的人连一口干净的水都喝不到 是啊 最近印度正在陷入非常严重的水资源危机 每天都有六亿的人都在担心没有水可以用 每年更是有二十万的人因为喝不到干净的水而死亡 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因为降雨量太少了吗 不是 每年的六到九月都是印度的雨季 他们这几年降雨猛烈 很多地方都还造成了眼中的水患 那降雨是这样子 为什么还会缺水 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水资源管理部家以及过度开放所造成的 帮加罗尔是印度的IT产业重镇 有印度的矽谷之称 过去这里也曾经是个绿意盎然的花园城市 但是现在打开水龙头 一滴水都没有 当 you look at the city the city is facing a severe water crisis it is also indication of mismanagement of land, water and environment there is a too much of concretization has happened thousand 28% increase in concrete area you know the city which was a garden city with 68% green cover in 70s today 78% is covered with a concrete building gives the temporal growth of the Bangalore 被水泥建築淹没的都市 还不但在填湖造路盖新大楼 就算是幸存下来的湖泊 也遭受了严重的污染 如今这座城市上千万的居民 每天都为了水在奋斗 不是设法用钻井机抽取地下水 就是得追逐载水来的供水车 喝一口干净的水 在这里成了奢求 甚至每个月大部分的收入 都得花在水上 为了解决水危机 是可以终止人们买水的日子 如果可以有下管理水资源 政府和民间同力合作 或许可以像先前富裕的阿加拉湖一样 为环境找回一线生机 真想不到 我也喝一口水要花这么多金钱的心力 对 而且还不能确保水是不是干净安全的 真的 那除了印度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国家 水资源也是蛮匮乏的呢 我们四位小主播也做出了调查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第一个是伊索比亚 谁的 我的 我 秉泽 因为它的地区是在南北回归县的中间 所以说会导致它干旱 然后就是没有水 所以说他们就会去挖这个小水坑 然后就捞水 但是那个水不是很干净的水 是那个土加上水 融在一起的那个 喝起来会 但是他们真的没办法 就只好喝那个 然后像这个就是食物很少 然后也没有什么水喝 所以说就会有一些小动物在那边往生 是 好 那接下来第三章 第三章就是 他们要去寻找水源的照片 就是他们一大早的时候 会有小孩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驱水 不然他们一整天都不会有水喝 所以光是用水 在他们一天里面 就要占很多的时间去找寻水源 我觉得 上天一天还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 而且你看它就是撈起来 就这么一点点 如果还要再过滤掉的话 就只有一点一点 这又更是一点点了 而且这还是 如果他们就是真的没有过滤的话 再喝下去 也有可能会拉肚子 很多病菌 对 可能里面会 而且走一天还不一定找到水源吧 对 第二章小主播又找到了什么样的人 肯雅 是我的 就是说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所以降雨量严重不足 然后2011年开始是东非 就是什么肯雅 坦上尼亚那个部分 东非的地区就是遭遇 60年来最大的干旱和饥荒 是 对 那其实我们那个时候 我暑假的时候有去非洲旅行 是 对 但因为其实那里观光客很多 所以他们旅馆的设施都还不错 只是他们的就是给我们供应的水 什么吸收的水 洗澡的水那些水 就是他们自己接雨水 然后自己过滤掉 再给我们供应方客用的 是喔 对 因为他们就是他们那个国家的 就是储存蓄水设施就没有做好 那他给你们用的 其实应该已经是最好的了 然后也要这样子接了雨水之后 再拿来过滤 下一个 第三章 好 这是缺水带来的危机 谁找的 对 这是我的 玉燕找的 缺水的危机 第一个会影响动植物的生存 是 我们不但没有水喝 植物也没有水可以来灌溉 那就会枯萎 那像农作物那些需要用水来灌溉的植物 它们也都会枯死 那我们就没有粮食了 再来就是缺水会引起的干汗 然后会让它引发森林大火 对 太干燥然后一直磨成 对 很严重 再来就是各地会开始抢水 然后就会引发一些战争 OK 谢谢玉燕 最后一个是缺水的危机 土壤评级 对 这是我要介绍的 土壤评级就是像现在你看到的这样 就是因为水太少 然后就是土地都会均裂 好 然后呢 土壤评级呢 它除了就是会均裂的土地表面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性就是 很少植物能够在那边生长 因为它不具有就是常提供给植物的 养分 水分 空气什么的 那水分就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既然缺少就比较不会有植物在那边生长 当然了 然后还有它还会缺少辅植质 矿物质跟水分 还有空气这样子 所以大多数的植物都会不适合 也没办法在那边生长这样子 听完你们四个人讲之后 让我想到一句话叫做 有水当思 无水之苦 今天看完了这几张之后 完全觉得是不是应该珍惜我们的水资源 在查资料的时候就觉得 哇 你看他们都要倒那个咖啡色的水 可是我们的水龙头一打开 哗啦啦哗啦啦又哗啦啦的很多透明的水 对不对 所以除了珍惜水资源之外 我们也要节约用水 因为如果当我们的水资源 也开始跟着人家一样匮乏的时候 那我们也要喝那个黄黄的水了嘛 是不是 所以啊 好 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 接下来呢 我们又要来听大家说心事了 马上进入今天的一样不一样单元 一样 不一样 哪里一样 哪里不一样 一起来再再看我们想的 一样 不一样 一样 不一样 一样 不一样 文英哥哥 你在自言自语的说什么 我只是突然想到 我昨天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 他的孩子在学校常常坐不住 不专心 然后又爱讲话 会影响到其他的同学 后来呢 我朋友带他去看医生之后 发现他的孩子有一点轻微的过动症 说到过动症呢 他有一点跟我们一样的地方 也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觉得需要让大家更了解一下过动症 才能够好好的跟他们相处 所以刚刚博远哥哥才会一直在那边睡睡念说 一样不一样 对不对啊 对啊 我就是在想他跟我们 到底有哪一些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你们想不想更了解过动症这个症状 想 那我们就来看一段影片 更了解过动症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咯 我们能够想象 阅读 做梦 听音乐 走路 觉得开心 感觉冷或热 这都是因为我们大脑运作的结果 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很厉害呢 它就像是一个 帮我们执行所有行为 情绪和感觉的大公司 里面的员工 有的要负责语言 有的要负责运动 有的负责处力讯息 有的负责踩刹车 其中 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我们的前额叶皮脂 它是指令与管理的中心 可以说是我们大脑公司的老板啦 大脑皮脂位在大脑表面的部分 在我们出生之后慢慢发展 我们的大脑公司 也会跟着越来越厉害 不过有些人 他们的前额叶皮脂生长的速度 比较慢 例如过冬儿的大脑皮脂 变厚的时间 就比一般孩子晚了二到三年 所以他们的大脑在工作的时候 就好像是老板手下的员工 还没有全部就位 大脑总是处在人守不住的状态 也就不太能够互相配合 完成工作任务 也因此 他们有时候会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 像是没办法安定下来 或是妄动妄息 甚至出人间很生气 可是这些行为不是他们故意的 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皮脂 还没有长好 有许多过冬日到了果中以后 大脑皮脂生长的速度 就会慢慢追上来 而且行为能力和表现 也都会越来越好 哇 这样子看一下来啊 会发现过冻症的孩子啊 其实只是他的大脑发展 稍微比较慢了一点点 对不对 再过一阵子 他们就又会长回来了 所以呢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只是在相处上啊 我们要稍微的 就是包容一下了 那我们小主播们 其实也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在班上同学到底 喜不希望老师先告知他们 我们班上有一个特殊的过冻症孩子呢 来 调查结果是怎么样呢 首先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老师到底该不该说这是谁的 我的 就是大家都其实 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希望说 老师先跟大家讲 因为如果老师先跟大家讲的话 可以就是多照顾他们 就是 对 应该说多照顾那个过冻儿 然后也有人说 就是老师不要跟大家讲 大概是有一半的人 一半的人 最后一个就是先问过过冻儿说 要不要让就是班上同学都知道 因为要尊重他 对 没错 你的调查蛮有深度的 确实是要问他们想不想要 让大家听到 接下来 下一位是谁的调查 好 这个就是 我们班所有人都觉得老师应该要说 但是他们有不同的理由 好 第一个最多的人就是他们觉得 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样 是 就是因为就像刚刚秉哲讲的 可能我们不知道他有这个状况 然后可能上课上到一半 他突然可能是 突然觉得很神奇 他可能就站起来 对 然后就可能开始 拍桌子 对 骂人摔东西 对 然后这样可能大家都会吓到 然后老师 就是我也有问过老师 老师可能也会觉得说 就是 大家会觉得 他好奇怪 然后像会就觉得 我们不要靠近他 不然被他传染 什么之类的 传染 就是我觉得 会蛮多人有这种想法的 就是不大好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有些人觉得才可以帮助他 就是老师可能跟你讲 他是过动症 有些可能 比较 比较热心一点的人 可能上网去讲 过动症是什么 然后可以怎么帮助他 他可能就这样做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孩子 对 其实 这个就是 为了也是避免 就是可能会有 不必要的排挤 或者是争吵出现 因为他如果 老师先跟大家解释说 过动症会怎么样 他可能会有哪一些行为 然后可能需要大家包容他 那大家就是 在他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 好吧 他是过动症 这样 他现在正在执行选项B 对 选项A 对 差不多 OK 对耶 更了解之后 反而就不会说 他会传染 他很奇怪 对 他发展比较慢一点点 怎么会传染呢 是不是 对 可是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疑惑 OK 接下来是谁的 这是我的 那我们班上大多数的人 都是认为说 是需要 老师需要告知大家的 那有五个人是觉得说 不需要 那原因 觉得需要的人原因 可能都是因为要包容他 是 然后觉得不需要的一个 可能就是因为个人隐私 然后又怕被拍 对 针对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也查了一些资料 也问了一些专家 过动症呢 他的英文缩写叫做ADHD 他是其实需要有药物去治疗的 当然也是要去看医生的 那有这样子病症的孩子呢 就像你们说的 他情绪有的时候会失控 他会坐不住 他会很好动 很爱讲话 然后所以人家三不五时 就会来说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边呢 我问了专家之后啊 有两个建议可以提供给老师 第一个建议就是呢 老师们可以先去跟家长 还有这一个过动症的孩子本人 都去讨论一下 希不希望让全班的人 都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两方都同意的话 接下来可以问一下这一个孩子 那你要不要在里面 听我跟大家讲 如果他希望的话 他就坐在里面 他不希望的话 他可以先去保健室啊 或者是辅导室休息一下喔 那就可以跟大家讲了 可是如果这个小孩 他不希望公布的话呢 那老师可能也要尊重一下 这一个孩子的意愿 老师可以去跟班上 例如说懂事的孩子们 可能安排在他旁边 然后呢 就是可以从旁协助他 因为有的时候 确实在上某些课 他就会比较困扰一点点 所以需要其他的孩子来协助喔 这两个方法提款给老师 希望老师呢 除了学习这两个方法之外 还可以再举一反三 创造更多的方法 帮助有过动症的孩子喔 接下来 我们也要来看看喔 其他国家的小朋友 在面对过动症的孩子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真的想要教授 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 如果我那孩子 我会很生气 我真的想要教授 我们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他从他的行动 所以可能我们只要 在静静 我们不在这些学生 看起来 他会很正确 他会肯定 他会不会不够 他会不会脱动 如果他会觉得 他会有什么问题 我会想起来 他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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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学生 他会不会看起来 他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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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教授告诉我们 我们会知道他有 ADD 他没法帮助 所以他必须移动 我会否认为他或他 他或他 他也会否认为我 如果他做了什么 我会告诉教授 我会有朋友 她是ADHD 所以我会认为她是一般的朋友 所以我会认为她一般 我会认为她一般的生活 或什么你喜欢的 或什么你喜欢的 它是正常的 你不在意义 你不在意义 谁是 或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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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不在意义 如果一个学生在我们学校 我会认为这些ADD 我认为我会认为她 我会认为她 也认为不在意义 但是 如果她们在弄我 我会认为不在意义 我也会 来 接下来 来看一下有没有可能 有什么不会的 上课上到一半 想上厕所的举手 都没有过吗 我上课上到一半 有上厕所过 通常会下课的时候 下课的时候上 下课的时候上 不会真的忍耐不住 那就是有 但是不会忍耐不住 因为下课你一定会去上厕所 好 你们都很自律 好 接下来下一题 会上课上到一半 坐不住的举手 做到屁股痛 做到屁股痛 那午休睡不着的举手 超需要睡眠 好累 只要睡不着 我很想睡 你睡不着 所以每一个人 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都要尊重大家 一样的意见 也要尊重大家 不一样的意见 要尊重跟我们一样的人 也要尊重跟我们 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你们都做得很好 像是过动症的孩子 他其实就会有一些 分心 坐不住 睡不着 等等的状况 其实都跟刚才问的问题一样 你们有没有发现了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 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孩子 可以怎么处理 如果是我的话 例如他上课可能一直讲话 或者是一直动来动去 打扰到我上课 他打扰到我上课 我就会跟他说 可能你打扰到我上课了 如果你现在想要出去走一走 你真的坐不住的话 那我建议你到下课的时候 再一起出去 因为你在课堂上面出去 老师可能反而会在下课的时候 把你留下来 那这样子你下课的时间也没了 你不如下课的时候好好出去玩 对然后回来好好上课 哦 不过呢 巧巧刚才已经使出了大道理攻击 对不对 希望可以有一点笑 如果没有笑的话可以问问老师 说不定老师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OK 下一位 我是像我们班有一个同学 那他就是上课的时候在找东西 然后老师都叫不回来 都叫不 他都叫不回来 然后如果我是老师的话 我可能就是说 嗯 叫个一次两次 那他如果真的不回来的话 那就让他去 不要打扰到同学上课就好了 那那位同学也是过动症吗 嗯 所以说你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一切 对 好 现在目前呢 想出了一个方法 来 我就会叫他做好啊 不得叫他做好 你给我乖就做好 不然就跟老师讲喔 你就会被罚超课文喔 喔 喔 人家有大道理攻击 有忽略攻击 你这个是专制式的攻击 你做好 这样子是不是 你给我做好 不要动 OK 好呢 我其实跟你们比较像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 他可能在动的时候 他 也是让他去 就是让他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 还是要稍微观察注意一下他 因为他可能乱跑啊 危险的话 就不太好这样子 天哪 越讨论越有深度了喔 而且啊 感觉你们四位也开始进入了 同理这个过动症孩子的世界了 觉得你们太有智慧了 这边呢 也有一个小小的方法 可以提供给各位 因为我昨天毕竟有问过专家嘛 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遇见过动症的孩子啊 他一直一直不断地 开始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小小的任务 让他完成 例如说 他说 你先数到200 数完200再跟我讲话 嗯 然后如果这样 111 112 欸 玉燕 然后你就跟他说 你不是才数到112吗 他就会努力地数到200 又或者你可以告诉他 现在长征在12对不对 你等到5的时候再跟我讲话 然后他就慢慢讲 然后你跟他讲完5句话之后 说好 接下来等到10 跟他玩一点小游戏 或许他会比较容易专注 所以过动症的孩子 需要有同学的帮忙 当然也需要老师的帮忙 也需要家长细心地陪伴 我们都要互相帮忙有同学 好不好 好 其实我们现在开始 就要真的学习互相帮助 互相理解跟互相尊重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小主播看天下 好 小主播看天下 好